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炮兵附近拿钱用花 我都给我派了大桥给他等着 我都告诉所有就往这边踹啊 你头都给我弯住 就不能往这边来 你头都在那边给我堵住 你给我插过去 让我们部队过 当夜狂风咆哮 暴力无助 解放军的参战部队只能沿着临时挖掘的道路 必登开进 由于车多入窄 路面一命 重车一过 不少路面严重塌陷 致使车队无法开进 于是官兵们甩掉雨衣 挥桥五稿 搬杀田石 手推肩顶 驻车前进 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打桥出 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不知道 紧张到了以后的话 他性格比较激烈 人物有牙 找到公民团长 他活了 他活了 活了以后 是讲了这个话了 先进几点钟我修不通的话 我叫强毙你 他那个团长来讲 他说 哎呀 军长啊 你强毙了 我现在也是搁不去啊 你别来讲的话 我骂我了 你给我点时间 我去阻止他们来讲 去去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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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的讲 去戒上啊 他骂着一面 他一面骂那个那个团长在后头跟着一面 一面就吃了 他很紧张紧张 我错了 我做检讨 你吃我的职业可以 但是来讲 我今天我 你你你你光走 我骂着我 我跟着你来讲 反正搁不去 最后来讲 那好好好 你他妈 给你个时间 你给我搞不上 任务面前无困难 命令面前无条件 这是解放军多年养成的传统 经过一夜的艰难跋涉 参战部队在天亮前陆续进入的预定位置 这么大的动作 对岸的金门守军竟然没有丝毫的察觉 与此同时 在厦门西山上的天资 解放军参战的海军东海舰队 厦门前线指挥部 也开始了紧张的备战工作 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就是如何把此次参加炮击金门作战 苏有海上爆破手之称的鱼雷快艇部队 从千里之外的上海 温州以北比较顺利 再往南便进入了国民党军占领的岛屿海域 一举一动都在对方坚持之下 无密可保 另一方案是走陆路 用火车装载过去 既保密又快捷 但沿途多为崇山峻里 快艇要随车驶过很多桥梁和隧道 技术要求高 有一定的风险 最后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中将陶勇 决定用火车把鱼雷快艇运到目的地 从哪儿上去呢 从长发帮 这个陶勢里 群自定的组织啊 想了很多办法 这个鱼雷亭 违装 又不能像 像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停止 打个架子 外边那种帆布 啊 这个 这个包起来 包起来像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箱子一样的 为了做好保密工作 为了请装在现场 全部是党员和柯一上的干部 所有参加的工人 都是经过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选 来工作的 为了更好的隐蔽席建 陶勇司令员 给我们每个人 发一件陆军服穿上 我们都每个人都是穿陆军服 都变成陆军了 经过精心的伪装和筹备之后 拉着鱼雷快艇的火车 从上海港的张华邦站出发了 为了确保安全 就连开火车的司机 全都是精挑细选出来 有着丰富经验的中共党员 从外表上看 这辆极普通的军列 与其他货车没有什么区别 也没有人能把它与军舰联系到一起 陶勇将军就是这样掠尸小机 让他的鱼雷快艇来了个汉地操舟 沿着刚刚修建好的浙干县 经樱下铁路穿山越岭 日夜兼程地赶往厦门 1998年8月2日 装载着鱼雷快艇的列车 一路封城地驶过极美大地 停在了他们事先准备好了的 一个名叫寻思鼎的山洞里 我们这些列车进入以后 首先是个安全问题 就是放进隧道里面去 在隧道里面 等等待了一天 8月3号 开始下阵 出于隐蔽和安全的考虑 指挥员彭德钦将军 下令将鱼雷快艇 全部开到厦门港内侧海外的小岛 呼吁毛泊待命 那里背对金门 对方无法直接观察到 至此参战海 我们真正确定的 叶飞将军的福州军区前线指挥部 设在海拔339.6米的厦门云顶岩上 7月25日晚8点 前线指挥部接到了北京发来的带有三个A的加级电报 军委命令全线炮兵立即进入射击位置待命 叶飞下令炮弹上膛 整整一天他组不出屋 就守在电话机旁来回夺步不停地看表 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的命令 这次解放军空军参与炮战行动的代号为解放头顶 最高指挥官就是空军上将刘亚楼 刘亚楼出任空军第一任司令员的时候只有38岁 他并不是天生就有当空军上将的才学 他后来回忆说是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 一股内在的强烈的革命愿望和热情 支持他硬着头皮干下去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 刘亚楼一路夺冠斩将所向披靡 用一连串的胜利赢得了在这支革命军队当中的能真善打的声威 这次金门作战 刘亚楼把一员虎将派到了罗上山作证指挥 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朝鲜战争当中担任过 宗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的空军中将聂凤志 聂凤志周遂那年 父母给他取名字 偏偏用了一个凤子 几十年后聂凤志半开玩笑的说过 我这个人属鸟 命中注定要从天空接下不解之源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空军当中有北流南涅的说法 其实刘涅是上下级 一般是不相提并论的 但这表明了这两位将军的相互依赖和尊重 这次空军入敏作战 前线司令官非涅凤志莫属 咱们这个首长有很大的一个特点 文战哲习 他就喜欢挑战 刘亚楼了也就看准了他 能打仗 喜欢打仗 所以在观念时候就要用 点将就要点到他 就要用他 他从来不是说 好像装脑不行 或者是萎缩 或者是犹豫 没有 二话不说 说干就干 叫什么时候到位 马上到位 叫什么时候 打什么仗 咱们就 没有二话 在刘亚楼 裂凤志两位将军的指挥下 解放军航空兵的23个尖机集团 共520架尖机机 采取隐蔽转场逐步推进的方式 分三匹 密密进入一二线机场 这些由大陆自己制造的 歼五型战斗机 只等待一声令下 便可呼啸而起 而台湾方面 对于解放军的空军 是很看不起的 在国共空战秘史中 他们这样写道 米格事务飞行员程度 只有初中毕业 在加姆斯航校 只受过苏联顾问的 三个月短期速成突击训练 但是成分都很好 后来迁到北京之后 招收飞行生的第一个标准 还是看出身成分 其次才是 是否具有空情体格 文化水平 科学知识 技术并不十分重要 会飞就行了 1958年7月29日 中共炮击金门作战的序幕 被解放军空18室的赵德安大队 率先拿开 指挥这次作战的是 28岁的师长林胡 世界人民看中国 中国人民看空军 豆腐也要当铁打 不能轻死人 一定要争取首战胜利 你不能打败国民党 咱们就丢了人 咱们多数年行军苦苦训练 是不是呢 这一仗无论如何要打 那部队情绪也很高 要打 7月29号这一仗年 在南河道前面大概 一百多公里吧 就累打发现了几点 很不连续的 一天 两天 那么这次我带的耳机呢 就听到这个 空中的国民党飞行 你不要看国民党飞行 他有时候讲英语 有时候讲很标准的 这个北京话 讲了一句好像 前面就是吧 前面就是吧 而且声音比较清晰 这肯定啊 根据表图上的发现的两点 有有前面的预报 有有这么一个声音 肯定是 不会是很远 立即就要 赵大安 进入一栋起飞 解放军空军 这次升空作战的 四架飞机分别是 一号级 大队长赵德安 二号级 飞行员 黄振宏 三号级 飞行员 高长吉 四号级 飞行员 张义林 为了迅速截击 大队长赵德安 打破常规 下令在150米的高度 就编队爬升 我们起飞之后呢 一百公尺就转完了 四极结合好以后呢 船运往海德方向 南澳道那边 往地面 智慧缩 智慧的航向 飞行占区 开始对方向有两个 两个以后呢 智慧缩 这个智慧缘家 林史达说来 他说不是两个 是四个 因为我事先 通过这个地面的情报啊 国民党过去 活动的规律啊 我就知道 它不会是两个 它既然弄到 山头这个地区来啊 一般都是四个 飞行 它才保险 我就告诉他 不是两个是四个 你们注意搜索 我一看 一看是 后面还有两个 我就发现 他说十四个 当时呢 我就报告了 赵大哥 然后说 他也指挥 他说 他说 你攻击 你攻击 我也掩护 我们里面准备好的 十里十公斤 过去老 早就不定 是三个工具 两个掩护 我眼睛以后 只要达我十年 所以咱们 十里十公斤 老后出了 台湾方面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次空战中 大陆空军仅用六分钟 就击落击伤他们的飞机 这些被他们称为工农分子的大陆飞行员 最终以三比零结束了战斗 胜利的消息传到北戴河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很好 彭德怀批示给空军 望债床夹击 刘亚楼则给前线打电话说 总结经验 再接再厉 而叶峰志 从罗商山打电话跟林虎说 今天晚上 可以给赵德安大队弄点酒喝 据说一向是烟煮蜜 而从不贪杯的裂缝志 那天晚饭 他让警卫员给他 斟满了一盅福建的蜜沉沉 一饮而尽 他兴奋地说 那个酒不光甜 而且厚劲儿大 由于对解放军空军入民 作战不摸底细 8月7日 有国民党空军五大队 上校副大队长汪孟权 率领的四架美制F86战斗机 再创大陆 飞离福建尽将上空实施侦查 随即解放军空九师 紧急起飞了八架 歼五型战斗机进行拦解 在升空的八位飞行员里 有一位仅仅飞了五个小时 歼五 又是首次参加实战的空军少尉 他叫月崇星 他这个飞行员 国民党这个飞行员 是哪呢 是美国亲子训练 就是汪牌 汪牌飞行员 这个汪牌签 这是将军西里 在这种汪牌 这家飞了好多年 那时候 那时候 但对比他飞了三千多小时 可能我才多少 咱们飞这个前五 我才五个小时 这个汪牌签就咬着咱们那个二号技 我那时候 哎呀 没有经验 但没有经验 有一条 此够的我说 哎呀 我下一枪 我咬着你 我就跟着你 这一咬上去呢 这就倒废啊 就一拉着 还没来瞄准 我广快打一炮 得到他打一炮 我说 那你爬呀 你爬自己的战友 妈的 你叫他打下来 你得咬着咱们了 咬着咱们二号技了 那时候我就在这个机场 我 我 我一几乎两个打 但那以后打了 他不服气啊 他妈 打了一炮 他就说了几个白脱东子 他又咬着咱们二号技了 又可以咬 咬着我也没帮 我这个两个打的 我又这个妈 我这些 也光打几炮 是一样 我炮啊 咬着咬着 就这飞机啊 前面那个送挡 就逮着那个飞机啊 那个敌戒呢 他妈就开一炮 我连是打了三炮啊 这个家伙老实了 这老实了 老实最后两个人 就抖起来了 就在空中啊 急不上 什么东西就做了 八旗空战 岳崇星和汪梦泉 在空中缠斗了六分钟之久 最终以汪梦泉上校 富商退出战斗而告结束 岳崇星返航后 师长刘玉迪告诉他 鉴于他在空战中出色的表现 上级决定提前进身他为空军中备 毛泽东定下了炮击军们的决心之后 中南海风则园里的灯光 便是夜夜长明 此时的福建前线 三军部队正在等待着他的最新命令 而毛泽东却仍然在思考着 对各种利弊得势进行反复的权衡 为炮击金门选择一个最佳时机 黎明时分 毛泽东提笔致信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 和新任总参谋长黄克成大将 以商榷的口吻做出了 加紧准备再且不打 等待时机的指示 此时的京夏海域万籁聚集 溅在悬上 而北京却影而不发 据当年解放军1958年炮击金门资料记载 从7月20日开始 封命到达了集结地的各炮兵部队 陆续开始构筑攻势 在时间紧迫 任务繁重 气候恶劣的条件下 在时间的时间上 有点资料 在时宣传的情况下 在时宣传的情况下 鳌鸡 月便预 Vay 挖一条土挖出来 那个水盆性 那个土盆性都碾 在水盆上一下 两边都流下了 那个 那段时间那个病号 主要的是什么 一个阿里纸 一个是感冒 这个男女 不就你们知道 那个男女就哑了 那个 好的不太多了 整天这个水盆的 那个酒 那个酒 都是男酒 反正是那个 总的那个 那里纪的 送园 这一半的都是 天气啊 你都送园谁干活 是不是 反正就感冒 你们去点孩子好了 那时候都是那个口号 是不是 你感冒了 去点孩子干点活 去点孩子好了 那还送剧园呢 还是净着疲劳啊 这个 把饭送过来以后 大家就 现在就自己来 去这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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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点香 也有没有 我现在 这么静小小 一点香也有没有 我打小点 等我看看 一个一个 这边打得完 很多都是这样 这咱们 那里面打得完 这里是油呢 哎呀 是吧 参加 这咖啡 这咖啡 这是剖币的 就是 我现在 咖啡 都 一直想 但 这咖啡 不应该 那咖啡 那咖啡 我们 那咖啡 可以 得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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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的夏天 斜阳西雪 北戴河的白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了 毛泽东喜岸在大自然中游泳 但这一次他很少用独特的侧泳去迎接一波波的微浪 而是凉躺在海面上自由自在闭目凝声 此时的毛泽东大脑并没有休息 据说许多重大的决策都是在毛泽东游泳之后做出的 他或许是在想 现在部队已经兵发福建沿海 万事已经具备 也不欠什么东风了 打还是不打 一念而差之千里 世道临头方之难 决心真是难想 而经济建设方面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 给高烧宗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连钢铁 再添了一把火 升温到了废典 中国已经飞跃而上 到了毛泽东不曾想到的高台阶 全世界都不能不光不相看 对中国到底是15年 还是7年8年 还是2年3年就可以赶上 甚至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思考 中文字幕提供